确实我们都应该要吃的健康 不过我知道有很多的食品业者 他们就是可能就是 没有真正的做到道德良性 尤其我们刚刚在讲 主食不能加这些添加物 所以我也想请一下业者 你这边你来跟我们讲一下 怎么样保持食物好吃而且又健康 你们怎么做到 我们的话可能就是 我们有现考的部门 那等于说我们现考出来以后 我们会马上就是放粮之后 再进入KOP的包装 等于说是一个真空膜 让他们跟空气做隔绝 那这样的话 它的存放时间会比较长 所以不需要再放太多的添加物 这是那个什么防腐剂 对对对 我们公司的东西是没有加防腐剂的 对那就可是当你拆封以后 它就跟现考的食品一样 必须要三到五天内把它食用完毕 所以你们都会叮咛消费者 三到五天要吃完 没有是拆封后 拆封后 对那我们都会 上面都会有一个备注 就希望消费者特别去注意这方面 所以这个是其中一个 那你们怎么样又保持它的好吃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为了好吃 就加了很多人人工的香剂 那像是我们的话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采用的食材 它可能会比较贵 但是它可能就是 像是说刚刚讲的说可可粉 那就是一些比较天然 人体能吸收的 那像是我们现在糖的部分 我们海藻糖的部分 我会摄取比较多 因为海藻糖它的甜度 只一般砂糖的0.45倍 这样对人体的吸收其实也会比较好 所以我请教一下李老师 我们怎么去看 我们去买了一个食品 或者是食物 那因为经常有很多的添加物 那它后面会有注明那些 是真的都会注明很清楚吗 还是不会 其实大家都有这种经验 这个拿起来 绝对不添加防护剂 绝对不添加色素 其实哪是真的 所以事实上有些东西 它也说好像此地无垠三百两 其实我们的国家 这个食品标示 其实面临一个很大问题 你看它食品标示 都是简单两三样就结束了 因为它事实上 它也没有完全标示它的添加物 而且事实上在 我们在常常看到一些进口食品 密密麻麻的 随便一个饼干 标示个三四十种 对不对 然后我们的饼干很简单 面粉糖 然后再加个什么香料 看它要标示在哪里 其实变成一种良心事业 所以其实假如按照 我们教会者观点来看 这厂商假如是负责任的话 它应该标示也清楚 它敢写出来 表示它心中没有鬼 它不敢写出来的 那可能还是有问题 所以标示的少的 不一定是安全 对 标示多的也不见得不安全 标示多的 我不怕你来查 我说标示这么多 但是要标示到什么程度 才算是完整呢 我想这应该要有一个规定 就是说 你可能对健康有影响的部分 比如色素 黄虎剂 等等 你要弄得非常的清楚 给大家看 我们真的是常常拿起来 两三个字就结束了 当然糖面粉 当然饼干就是糖面粉 这个逆件 就是煤 加个什么 就不见了 好 那我可不可以问杨教授 因为你刚刚有讲说 标的多 搞不好就是为了良心 所以它可能是较安全 可是你们消费者怎么交关 其实我们八月份 我们这个消息会做了一个检验 我们把市面上15种产品拿来 看包装 几乎没有一个合格的 那除了刚刚标示之外 太简单了 它常常有的问题是图片跟内容不符 它图片上好像是综合的水果蔬菜 结果你们唯一的蔬菜就是葱 都没有 那还有呢 比如说它常常用英文 日文 明明是本地的产 它用外国语言 或者用法文 来对欺骗者说 我觉得做一种不诚实的引导 这不见得违法 但是我觉得这是不道德 因为会让人 那个从头忙忙看的时候 会产生那个错觉 所以你说15家就这么多了 全部都这样子 所以到底我们的食品安不安全 我们先休息一会 待会儿回来 我们都是用自然 像学校教的话 也都是不加味素 不加人工味精的东西 健康养生 然后又符合台湾当地人